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两天网上广为流传的几张图片让我们看到是触目惊心 哪里的呢?是安徽路安教师讨薪的照片 大家可以从这些照片里面看到中共这些虎狼爪牙 他们对人民教师这种痛下毒手 以及他们为维护中共这个邪恶的统治 他们卖命的这种镇压是多么的触目惊心 警察一览子啊 关灯 关灯 你看 啊 快点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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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保护了无心的状态 警察有一个狼狼 然后特意 怎么到了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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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这些打骂老师 扣押老师 对这些老师粗暴的进行压上警车的这些警察们 你们哪一个不是老师教出来的 你们自己家里面又有多少人曾经当过教师 当教师已经成为讨薪的一支队伍时候 你可以想象这个政府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 那么为这个教师被打的事情记者采访了当地教育局的官员 教育局的官员不但是无耻满狠而且对教师被打的事失可否认 网上已经有那么多图片和视频已经历历在目 真相已经每个人都看到他们说是虚假的 那么这些老师被打的这些人 难道是这些老师自己造假出来的图片吗 这些视频和这些警察 都是这些老师自己把这造假出来发到网上的吗 这个解决待遇问题的那些教师啊 现在他们情况怎么样 这个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人被打伤 这个那我就不清楚了 那你们怎么处理呢呀 我们现在还还正在制定相应的方案 马上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 被抓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没有没有被抓的 不是有人被戴手铐吗 带走了吗 没有没有那网上传的就是不实的 那就是那个照片的那个反扣的 戴手铐带走的那个人不是你们的教师吗 就相应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清楚 你们可能要去自行一下这个公安局 确实没有人被抓 对是的 有人被打吗 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举报呢 这个我就不清楚不好意思啊 你们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个解决问题 就是中共的官员 他总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他可以罔顾事实 可以对公然发生的事实 他说是虚假的 是不存在的 每一个老师被打 每一个老师被抓 但是现场的图片和视频 都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 这些老师们为自己讨还他们的薪水 是多么的艰难 老师教学天经地义要给他们发工资 可口教师的工资 当地政府最无耻最满横的行为 当地的官员 当地的书记和市长 少包一个二奶 少吃几顿豪宴 少养两个私生子 不知道要给多少教师 要开出他们的工资 有的人说老师是道德楷模 那么就应该讲奉献 对这种胡言乱语 我要问他 难道教师们他们作为道德楷模 他们就不要养家吗 他们就不要取得自己应该获得的劳动报酬吗 老师也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 他是靠教育来获得他们自己的一份收入 那么也有人说老师是中共他洗脑的工具 他们帮助中共洗脑他们有罪了 他们有罪了他们就不应该拿工资吗 洗脑在中共之下谁不在洗脑 是官员们不在洗脑还是教师们不在洗脑 是父母不在给儿女洗脑 还是同事朋友之间不在洗脑 中国人现在就是一个洗脑的大坑人 人人在洗脑人人在自洗人人在帮别人洗 你把中共洗脑的这个责任全部推到教师头上 公不公平把教师认为他是楷模 就应该只讲奉献不讲代理 这种赤裸裸的对教师的道德绑架 这就是把教师推向一个祭坛 推向中共这个丑恶的祭坛 谈什么尊实宗教教师讨薪就是斯文扫地 就是当地社会和政府的责任 就是中共这个政府在整个社会上制造的新的动作 那么我们看到在五一之前 有大量的上海的环卫工人在讨薪 那么是环卫工人作为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的工资被苛扣以后 他们被迫站出来向政府和向社会去讨要他们的血汗钱 在整个环卫工人讨薪的过程中 有多少人站出来支持这些环卫工人 但是城市的安宁城市的清洁都靠这些环卫工人给我们大家带来 今天在六一之前又发生了安徽路安的老师们为他们讨薪的这个事件 那么老师们作为一个社会里面有文化有知识 同时是传递文明延续整个社会文明承转的人 他们今天也不得不走上街头讨要他们自己生活的薪水 这是中国第二个群体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有很多老兵 也就是曾经为国家付出过血汗 付出过生命的这些人 也在跟中共讨要他们的政治待遇 好了 中国还有什么阶层 他们不需要讨薪的 除了那些吸人民血吃人民肉的这些太子党官二代和这些在中共掌握权贵的这些官和商质们 他们是人民供养的 他们不要讨薪 他们是要讨好丧薪 还有很多跟他们勾结的这些商人 他们要讨的所谓薪是权贵结合的薪 那么权贵因为把一部分薪水付给他们以后 跟权贵之间可以做低分赃的 所以在中国只有这些权贵的官商们 他们没有讨薪的要求 其余的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阶层 都有可能有一天为因为你的薪水被扣扣而走上街头 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过年前都是农民工爬塔掉 农民工跳墙 农民工要组织起来卧轨 以及我们看到很多出租车的驾驶员 他们联合的停运 对向政府去讨要他们合法的权利 在中国今天没有哪一个阶层是安稳的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阶层 你不会发生像环卫工人和路完教师这样讨薪的维权的事件 因为每一个人你的生活都是没有保障的 你别看你今天拿着什么工资 但是中共和他的这个政府是不讲任何道理的 他随时就可以克扣掉你们的费用 老师被克扣费用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普遍的 那么怎么办?过去老师被克扣费用跟家长弄 跟学生弄 医生被克扣费用跟病人弄 那么也就是说老百姓永远是待宰的羔羊 那么今天路安的这些老师们站出来讨薪 他反映的是一个悲剧 什么悲剧? 在中国这个洗脑的社会 教师他是受害者 但是他也是受害者 他受害是因为中共 他用他的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老师 就是要帮助中共成为一个洗脑的工具 对所有的学生进行洗脑 所以从这点意义上来讲 教师他是受害者 但是教师也是受害者 因为他们在帮助中共作恶的同时 他们自己也是这个恶症的受害者 所以在中国我就讲过 你不要去指责哪一个群体 他本人做了什么坏事 在中国一切做坏事的人 都是因为这个制度造成的 警察做的坏事还少吗? 军人做的坏事还少吗? 医生做的坏事还少吗? 法官做的坏事还少吗? 那么今天教师他也轮到讨薪的队伍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讲的这些群体 医生也好、法官也好、教师也好 哪怕大局教授也好 都有可能有一天向这个政府来讨薪 因为当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这个薪水 不能够得到保证的时候 他们只可能赞出了套行 最新的消息 白宫在5月29号发布了一个简报 这个简报就是什么? 是川普总统他直面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这个简报他分了四个要点 这四个要点 第一就说中国一贯破坏公平对等贸易 利用了美国的经济 第二个中国积极寻求从媒体获取技术 削弱了美国的创新和就业 那么川普要从源头上着手 直面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这种行径 川普他说过他至于捍卫美国知识和技术产权 免遭盗窃和其他的威胁 川普要保护美国的创新和创新能力 前一段时间都说川普要放什么中芯一马了 跟中国达成了多少协议了 我觉得说川普放中芯一马的这种说法很幼稚 即使美国最终给予中芯起死回生的机会 但同时也已经在中芯的头上敲到了很大的一笔 因为美国他要完成他美国的利益 他不是不想卖芯片 他是想卖 因为卖芯片本身美国赚钱 罚他整个13个亿 美国又获得了一大笔罚款 同时还对中芯有很多技术贸易的政策有所限制 美国的这个所谓监督员又进驻了中芯 他通过这个反制中芯 还可以取得美国想要的军事和技术情报 所以美国制裁中芯他如果放他一把 也是美国他新的一个谋略 对川普其实手上牌多得很啊 中芯不是他唯一的牌啊 他只是根据什么需要打什么牌而已 朝鲜问题如果解决了 那就解决中国南海问题啊 我告诉你讲 制裁什么大飞机的零件啦 石油禁运啦封锁航线啦 美国对中国要制裁的东西多了去了 只不过就是美国他们逼着中国什么 逼着中国开放市场 因为美国其实不在乎你中国给美国的那个 什么两千亿的什么贸易逆差要购买美国两千亿的产品 这个缩减这个中间贸易逆差 这固然是川普他竞选时候许强的诺言要中国消除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两千亿美元的这个巨大的贸易逆差 但是美国眼里面不是你两个亿 美国一年的军费多少 美国一年的军费七千亿美金呢 美国要什么 要中国开放整个市场 中国开放整个市场不是简单的劳动力的那种廉价的市场 是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科技布局 因为美国一旦把美国的所有的高科技企业网络企业和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扑向中国以后 中国在科技上这一块对美国的依赖就已经达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科技才是生产力 因为如果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网络企业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占领了全部市场以后 中国的科技包括国防军事外交你自己所有简单的汽车的制造产品 你都要用美国的软件美国的网络美国的互联网企业的时候 你对美国的依赖那就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美国通过科技就掌握了你中国的命脉 通过科技才激发掌握你的军事制作你国家的国防力量 然后美国才达到削弱中国维护它的霸主地位 这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跟你中国是不是共产主义都没有太多关系 是共产主义美国要这么做 不是共产主义美国仍然要这么做 因为美国维护的是美国的利益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 当然因为中国现在是共产主义 因为中国现在是腐朽专制的社会 因为中国现在没有任何科技创造力 所以美国就利用这一点去打入你中国的市场 去占领你中国的市场 通过科技来锁定你这个国家的经济 最终通过经济搞垮你 然后军事上压迫你 然后最终就是共产主义 最后就是共产党的一些高官们 当他们感觉到他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 再也在人民头上挖不到任何油水的时候 党内的斗争更加激烈的时候 那么新的政治裂变就会产生 所以我认为美国把所有的对中国的市场开放 它是变相的大道摧毁共产主义 它不是美国直接的就是来 我就是来消灭你共产主义的 我就是想对三方一样军事打击 我对你习近平就是定点斩首 川普对中国完全不是这个政策 川普可口声声要跟习近平做朋友 可口声声认为中国的专制不错 你们就专制继续搞 你们专制效率很高 这都是川普他哄的习近平 他知道习近平是个白痴 他在跟习近平一边保持着所谓友好的条件下 一边川普不断的制定对中国所有的贸易制裁政策 最新的贸易制裁政策已经来了 也就是说在6月30号就要正式开始对中国要加征关税 有5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要加征关税 所有这个具体的明信在6月15号美国白宫会正式宣布 中国很多官媒小粉红拼命的这个攻击川普 拼命的这个去羞辱川普 什么川普这个拿了中国多少这个商标专利费了 什么他的女儿这个跟中国有五亿美元的这个 之间的经济往来利益呀 包括说说美国的国会都在制政川普 要求川普去解释啊给川普下马威呀 其实你们太不了解川普了 川普你那几百万的那个商标费在川普眼里面 根本就是连个毛都不算 川普可以讲是绝对的亿万富翁 这个几百万只够川普 我不讲吧自己买两条游艇 我玩两个飞机的费用川普根本就不在好 至于他女儿的所有五个亿的那些经济往来 根本就是中国主动投套暴力 中国给川普希望川普能够有家族有利益以后 来保护中国的利益 在川普眼里面钱是买不动川普的 如果有人认为川普是为了利益而去 是为了他家族利益为了他私人利益 你就把川普完全杠错了 川普七十多岁的人出来竞选 一年就拿一美元的年薪 川普是为了钱来的吗?不是的 川普是有志向的 他的这个志向他按照他讲的就是要美国再次强大 他不要维护美国人的利益 他维护的美国人的利益 必然就是要打压你中共的利益 而中共的利益 川普已经看到你的死穴 就是用科技去占领你的经济 这是川普看到了中共 他在科技上的弱项 所以中共曾经有再大的本事 为什么你造不出芯片 是因为你没有创造力 你中共已经扼杀了你中国人所有的智慧 美国作为科技强国 他用它科技占领市场的方式 然后最后用科技锁定你的经济 只要掌握了你的经济命脉以后 你的军事也好国防也好 你国家整个的外交也好 你整个国家的经济之中 你都受这个里面的指约 最终共产主义它那时候想不垮也不可能 因为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完全滑坡 当你的人民币极端的贬值 当你老百姓整个社会的矛盾完全爆发的时候 共产党的高官逃都来不及啊 川普对中共的做法和对三胖的做法是两回事 对三胖川普是哄的三胖希望你赶紧继合 继合以后给你三胖一个可能发展的改革开放机会 所以三胖这次跟川普急于重新修好才开始他们的川经会 现在三胖的这个行情又看涨了 你看俄罗斯也派外长到朝鲜区要跟三胖会晤 那么川普又跟安倍决定在跟三胖会晤之前 日本和美国再次两国的这个首脑要举行个会谈 同时文在寅也发布公告 说是很有可能在三胖跟川普会谈结束 文在寅赶到新加坡举行韩朝美三胖会谈 肯定是没中国什么事 所以中国现在被挤出去中国很着急 那么这两天朝鲜朝鲜的国防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兼什么政治局的局长金永泽 他受美国邀请要到美国来跟美国谈判 实际上是为金正恩打前站 因为朝鲜高丽航空是没有能力有飞机直飞美国的 他们到美国来都是要到北京通过搭载北京的国航的飞机 然后飞往美国 结果君永泽他下了飞机在北京等候转机的过程中 被中共把他拦横接来了 直接跟金永泽让他推迟去美国一天 在机场跟金永泽做了进一步的洗脑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前军事情报局局长金永泽 而如果成行他将是2000年以来访问美国的最资深的朝鲜官员 美国与朝鲜官员星期天在板门店非军事区进行会谈 而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哈金等川普政府的官员 也飞往了川金会的计划地点新加坡 一位白宫官员在星期一向美国之音确认说 他们前往新加坡集中处理会晤的筹备情况 一位韩国官员在星期一表示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可能在下个月前往新加坡 参加由他以及美朝领导人所参与的三方峰会 在文在寅星期六与金正恩出人意料的再度会晤之后 文在寅说金正恩仍然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全面去核化 中共是想施加中国方面的影响 那么金勇哲由于不能够暗器飞往美国到中国被中共拦呼了嘛 所以川普总统了解了这件事 他给航班被推迟以后川普还专门发了推 这种发推里面都有这种讽刺意味 就是说本来讲好的是飞到我们这来跟我们谈判的 到了你中国就被蓝红拦截一天一天以后再走 你认为你中国可以再施加一些外交影响 你不要把事再办砸了 因为到最后你不但是没有施加这个影响很可能 因为这个因为你所施的影响 然后走向你这个影响的反面 因为川普对上次三胖两次中国执行之后 对美国形成的这种抵触和反抗心理 三胖所表现的在北京洗脑之后 他对美国的这种冒犯 川普心里面非常的不满 他知道的是习近平在后面挑拨了一件的 那么现在川经会已经又一次再次准备举行了 如果你中国又在里面开始拨火了 那么川普已经对你保持高度的警惕 所以这个金永泽他尽管在北京停了一天 可能他也是寝食了屏障 需要跟中共有一个什么勾兑 但是三胖明显的开始冷落中国 不敢跟中国有过多的交流 他派他到美国去就是要把整个 在整个川经会会谈之前重要的事情跟美国沟通好 很可能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接待金永泽 那么他们谈好以后到新加坡的高峰会谈以后 三胖最后会打出他跟川普所有的底牌 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三胖他是一个独裁者 他是一个共产暴政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困执者 他要维护就是他自己一个血腥的统治 他在保证他自己这个家族统治不受影响的情况下 他跟美国谈 因为他的这个河他之所以永和 也是为了维护他家族的统治 今天如果他要弃河他一定要跟美国谈条件 谈就是他这个家族怎么能保证他这个家族 永远在朝鲜能够享有他自己这个专制的权利 让窥子手放下徒刀让他主动的契合是没那么简单的 但是川普有川普的办法整个朝鲜的契合 他都牵动着中国的神经 因为朝鲜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 使中国他失去朝鲜这张中国可以打的牌 而且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很快就到来以后 最终中国会被美国这个绳子累得越来越久 不光是要对中国制裁对朝鲜的制裁 美国也开始把新一轮的公布 美国已经决定在星期三要正式公布对朝鲜的制裁事项 这个制裁与其讲是制裁朝鲜 实际上是制裁什么跟朝鲜相关的 其他跟朝鲜相关的关联的企业和个人 这里面绝大部分人是来自于中国和俄罗斯的 那么对这些人的制裁实际上他就是通过制裁这些人 一直告诉你们再跟朝鲜输送各种利益 都是要受到美国的打击 同时也是让朝鲜知道你依赖中国依赖俄罗斯 最终当我们制裁了以后你这些依赖都会成空的 所以你朝鲜你只可以跟美国要么契合就要呛 要么就等待着定点战胜 所以三胖在选择自己的生命是保命保饭碗的时候 还是保他自己那几个核 还是维护他这个跟中或者是俄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三胖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选择 因为他和别的一般决策不一样 他直接涉及到他的命的问题 有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不至于 那是在于三胖他愿意把核交出来 他愿意跟美国能达成所有的协议 三胖真的是死扛 真的是拿着这个核他不起 而是玩弄美国 那么川普对他的军事打击一定会到位的 定点斩首三胖绝不是什么技术上的问题 美国一定做得到 川普他不仅仅是一个要能够兑现他所有竞选诺言的人 川普也是一个非常注重他自己在外面的言行和形象的人 我们刚刚看到的川普在美国一个军事学院海军院校的学员毕业的典礼上 川普在那个地方站了整整90分钟 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参加学校里面的军事院校的学员的毕业典礼 他给每一个学员都颁发了他们的毕业证书 他在那一共站了一个半小时 他跟一千一百多个学员每一个人都握了手 这个川普他没有扛二百斤卖着走十里不换签的这体力 但是川普他做到了 他在美国的币军事院中 他就挑选了一个军事 你选择的军事 你选择了一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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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力气力力的重要力 在两岁的世界上 这个军事党部 The American sailor can't conquer. You are winners, you are warriors, you are fighters, you are champions, and you will lead us only. 你叫習近平他現在到哪一個大學他能在那裡站一個半小時 他能跟每一個學員握手他能夠給每一個學員去頒發這個學員的畢業證書 習近平做得到嗎?習近平到那個地方是萬人清空啊 他自己大搖大擺走在馬路上擺出他一副那種萬國之軍的那種派頭 他就在那小熊威尼特大肚皮擺出一副這種能夠給全世界撒錢能夠不可一世的樣子 習近平的蠢就決定了他自己的滅亡 所以我多次講過天時地利和人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而人和恰恰好讓美國選擇了川普中國選擇了習近平 川普和習近平最終他們對議的結果就是西方民主文明和中共這個專制殘暴的政權最後的碰撞 文明一定會戰勝邪惡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講到這裡謝謝大家